女孩穿越兽时 成为兽人争强的慈性 一年生十胎 一胎二十个 胎胎还都不一样 因为男多女少 这里的雄性一生只能拥有一个半个 慈性却可以拥有很多个 而雄性想要自己的孩子则要排队游航 因为这里的慈性每年只会来一次大鱼妈 而小白却可以每月都来 不久前小白刚来到这个世界 变花抱着下 当场上演了一个大变活人 哥 变就变 能不能不要这么坦诚相见 我的眼睛不干净了 怕什么 反正就你一个人 小慈性 刚到部落小白感觉就像到了动物园 这里的雄性颜值都很在线 只是为什么他们的眼神像急了哈巴狗 嘴角还流着口水 帕克 这雌性你从哪里弄来的 它好脏辣 不过味道很好闻 我喜欢 看 它还是单身呢 不知道能不能生宰 就在这时部落最美春花走过来 小白都看傻了 朝天鼻咪咪眼 大肚男还穿着陆奇装 长这么任性竟然是春花 难怪雄性看到我口水哗啦啦 帕克 这脏兮兮的雌性从哪里来的 都给我闪开 它是我剪的 是我一个人的雌性 哼 帕克你这个负心汉 休想让我给你生宰 啦啦别生气 我们啦啦是最美的雌性 是帕克不知好歹 竟然拒绝你 咱们以后不和他来往了 哼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脏雌性 那是那是 咱们啦啦最美了 回到小乌花抱花生舔狗 小雌性你饿了吧 我烤肉给你吃 你喜欢什么口味的 有什么口味啊 有油柴和香木柴 我就喜欢吃这两种味道 你要是喜欢别的 我待会儿就去看 嗯 难道食物的味道 就靠烧的柴决定的 随便吧 我跟着你吃 有没有米饭啊 听到米饭 甜到突然就变了脸 哼 想都别想 就因为你们雌性爱吃米饭 多少雄性因为种地而累死 你吃什么我都会去给你弄来 但米饭是不可能的 我最讨厌那些娇气的雌性了 不吃就不吃嘛 你干嘛凶巴巴 这才乖嘛 哼 哼 听到叫声 花抱这才注意到了小白中角 天啊 你受伤了 我竟然没发现 对不起 我现在就带你去足医家 小卷毛 小卷毛你再不在 我的小雌性受伤了 我看看 扭伤了 我先给他化鱼血 小白不要怕 卷毛的医术很好的 你很快就会好的 嗨嗨 看病就看病 给狗粮我可不吃 这个可以脱下来吗 当然可以 脱掉白丝 露出洁白的狱卷毛和帕克都看待了 小白顿时就慌了 糟糕 难道脚漏线了吗 瘦人的脚不是这样子的吗 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脚 nice 就是这个味道 再看我咬死你 还不快给他医治 等我一下 当卷毛再回来时 手里多了一块酱 小白傻眼 你确定是要给我治脚 而不是要清炖猪蹄吗 这个叫黄金 可以驱寒活血 我会用这个给你揉脚 真是奇怪 这里吃东西不用任何调料 却把调料拿来做药 小白正想着 卷毛已经动手给小白揉了起来 小白的轻哼声 瞬间让舔包醋意上了头 让我来 看着小白的脚 舔包变得兴奋 直接上手 这个力道疼不疼 不疼 你可以再重一点 那我和卷毛的手法谁更厉害 两人自顾自地说着虎狼之词 却忘了旁边还有个超级大的便灯泡 第二天豹子打了一头牢 扔给卷毛当谢礼 还亲手为小白缝制了一件衣服 只是这狂野的手法 让小白不知道说什么好 嫌不好就自己做 没 挺好的 缝得很结实 真的吗 真的 我洗了澡就穿 听到洗澡豹子突然就兴奋了 玛丽的打好手 死皮带脸要跟小白一起洗 可小白却一脚把他踹了出去 为了防止被别的雄性看到 填豹关上了所有的门 却偷偷给自己留了一扇窗 小白洗着洗着总感觉怪怪的 抬头看去正对上一双亮的惊人的眼睛 见自己被发现 填豹一个大棚展翅飙到了一鼓八 一个猛子扎进了鼓水 冰冷的鼓水让他冷静了不少 可枪却怎么也压不下去 小白尴尬地想要找个地方钻进去 靠 帕克是豹子啊 豹子 夜行动物 晚上能看见东西的 帕克 我的敏感气到了 只要你愿意 我这次就给你生一窝豹仔 谢谢你的亲爱 不过我已经有伴侣了 他有什么好的 你看他身上一个兽印都没有 就是个没人要的雌性 说不定是发育不良 没有敏感气呢 你们说就说你们的 老扯我干毛玩意 是 我是没你好 也没你的气魄 能当着自己伴侣的面 说给别人生孩子 我真心为你的伴侣们不值 他们全心全意爱你 得到的还不如一个 什么也没付出的外人 我要是他们 我宁愿打一辈子光灌得了 这几啊 要是他是我们的雌性就好了 你这么说不就是想获得雄性的好感吗 我看你不能生宰子 会有哪个雄性喜欢你 我喜欢 雄性对雌性的爱 不是肤浅地只为了生孩子 我喜欢青青 就算他不能生我也喜欢 用不着你喜欢 我家青青说只要我一个雄性 还有我也是 青青不能生孩子我也不嫌弃 青青你以后想要药材 尽管到我这儿拿 不用给我食物 帕克 你看着点 通过身上了 哼 青青别理他 那些药材我都记住味道了 以后咱们自己上山踩 重点是这个嘛 重点是你们是拿什么定论 我不能生孩子的呀 虽然我没有那啥敏感期 但也有例价的好吧 也能生孩子的好吧 我去 这种感觉 不会说曹操 曹操就到吧 青青 你怎么突然那么像 快看 他到敏感期了 我的雌性敏感期到了 刚才还在说白青青发育不良 不可能生甲的油多拉 感觉脸上像被扇了一巴掌般火辣辣的糖 咬牙切齿的看着跑远的帕克 青青太好了 等你血不流了咱们就可以生崽崽了 休死个人 原来来立价就是所谓的敏感期啊 可我现在还不想生崽崽啊 我还太小不能生崽 会难产的 你别骗我 到了敏感期可是就代表成年了 你们这的雌性 一般多大第一次来敏感期啊 多久来一次敏感期 一次持续多长时间啊 十八九岁吧 每年来一次敏感期 一次五天左右 你都成年了 怎么什么都不懂 你的族人都不教你吗 一年一次 一年一次 我靠 好羡慕啊 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雌性都怎么处理的 总不能就这么留吧 我见敏感期的雌性会叫半女彩白棉 那个很软很吸水 应该是用那个垫住吧 那你快给我摘一点来吧 好的 你等我一下 没多久帕克就抱着棉花走了回来 塞好后小白将剩余的棉花抱起 也不知道干不干净 剩下的这些棉花 还是拿出去晒晒吧 万一有虫子钻来钻去 那可就不好了 你别动我去晒 你还在留学要好好休息 来个例假而已 却被当宝宝一样照料 这里的雄性都这么贴心的嘛 还有那一年只来一次的天赋 真是让人羡慕极度恨啊 晾好了 对了你那个小小的衣服呢 在我手里 我准备去洗 拿来吧你 哎 你干嘛 快还给我啊 说了要你好好休息 我去洗 不行 我们什么时候吃东西啊 都快中午了 现在也太早了吧 太阳还没升到正中间呢 可是我好饿呀 那我采田果给你吃吧 下午咱们早点吃肉 啊 该不会一天就吃一顿吧 是啊 一天吃一顿 我还再来例假 吃的还赶不上留的 这么饿上一个星期 那岂不是妥妥的要月经不调啊 可我很饿 我想吃饭 啊 不对 我想吃肉 好吧 那我现在就去捕猎 抓只小点的猎物 去森林太远了 要不你去河里抓鱼吧 啊 不会吧 你既然吃鱼 那么难吃 新的没法下口 肉里还都是小刺 啊 对了你是猿族 是杂食种族 嗯 难吃 鱼很好吃啊 放点那个药材 就会变好吃了 你喜欢吃就成 我这就下河抓鱼 这个好抓我很快就回来 没多久 帕克便叼着一条大鱼走 好快啊 昨天吃了香木喂烤肉 今天吃又柴味吧 等一下 怎么了 你就这么烤啊 鱼鳞不刮吗 鱼鳝不取吗 反正外面要烤 有层鳞不是更干净吗 还有鱼鳝 我也不确定烤鱼要不要刮鳞了 但我更不确定 不刮鳞的鱼能否下嘴 那咱们不烤了 咱们煮 煮 这东西能煮吗 不是只有药材才能煮吗 而且味道都很难吃 你别管了 就等着吃吧 处理好鱼后 轻轻又准备了一些调料 然后拿来了一根油木 帕克你能折断它吗 小问题 果然可以挤出油 没多久一锅鲜美的鱼汤便煮好 飘散的香气吸引了一群瘦人的围观 天啊 这是什么 不是药 大家要不要尝尝 雄性们听后虽然狂流口水 却不敢答应 因为旁边正有个不实的狗子 正对着他们呲牙裂子 别看帕克虽然年纪不大 但却是部落里唯一的二文兽 绝对的战力第一 就在这时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响了起来 真是败家辞性 加餐就算了 还有那么多盐 你知不知道这些盐要用多少肉干换 每个人一年也就一罐盐 这下帕克今年的盐肯定不够吃了 盐很贵吗 别尿它 你雄性我会换不起盐吗 那就是真的很贵咯 那咱们还是省着点吃吧 以后不煮火锅了 不行 反正这罐盐也不够咱们两个吃 我过几天就去万寿城换十罐 管够 哼 这一锅炖得乱七八糟的 肯定难吃死了 刘多拉刚说完 帕克就挑起一块鱼肉放进了嘴 太好吃了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食物 慈性们可以一起过来吃 听到这话一扶第一个走过来 轻轻用树叶成了一大块鱼肉地给他 小心鱼刺 天啊 真的好吃 哼 有什么了不起的 刘多拉就那样 你别跟他计较太多 都是一个部落的 我才没功夫理他 你可不可以教我煮鱼啊 我真的好喜欢 也想煮给我的伴侣们尝尝 当然可以啊 你随时可以来找我 太好了 立价结束后 哈克肯定要跟我生仔仔的 我可不想生一窝小豹子 得赶快找解决办法 不行就跑路去那什么万寿城 是你养的猫吗 不是猫 这是我生的豹仔子 我没见过豹足幼崽 不好意思啊 没事 豹瘦幼崽气长的是挺像小猫的 你会认错也不奇怪 他们两个月了 已经断奶 提得很 部落里不够他们跑 一不小心就会冲进河里 我只好在太阳不晒时 带着他们去部落外的草地上风一阵 哇擦 瘦人真的是瘦啊 两个月就断奶了呀 不知道变成人是什么模样呢 那个 他们会变成人吗 雄性瘦人要成年才能变人啊 你怎么连这都不知道 是你家人把你保护得太好了吗 他们不让你出门吗 因为小白长得确实白 依福还以为他是大种族里精心圈养的雌性 听说那种雌性轻易不出门 缺乏常识也很正常 白庆庆听后赶紧顺坡下旅 嗯嗯 我家人不让我随便和雄性来往 我也没有兄弟 所以不知道这个 难怪 雌性出生就是人形 你没见过雄性幼崽 会这么想也很正常 你以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来问我 好的 对了 每个部落雌性都比雄性少吗 是啊 就是因为我们雌性太少了 所以兽人的数量增加不起来 只能勉强不让数量降下来 你现在也到了敏感期 很快就能和帕克生小暴崽了呢 恭喜了 可是我不想和帕克生崽 虽然我很感激他 但这实在发展太快了 我无法接受 你很讨厌帕克吗 那倒不讨厌 那就收了他啊 万一你这一次能划上崽崽呢 可是我还不想这么早生 我想先跟对方感情稳定后再生 你就帮我想想办法吧 他说等我敏感期一结束就要办了我 也不是没有办法 你可以直接告诉帕克你不愿意 唉 我说了呀 他不听 那你就说他要是敢强来 结束后你就不要他了 解除和他的伴侣关系 他一准就位了 这样真的可以吗 等你有过伴侣就能感知到其中的微妙了 咱们雌性要是不喜欢一个雄性 是可以断绝与他们的伴侣联系的 不过你们要是真发展成了那一步 可千万别轻易抛弃帕克 那样他就再也无法拥有伴侣了 即使和你也不可以 解除伴侣关系要怎么做 我要回去说给帕克听 吓吓他 等你有伴侣了自然就知道了 你们去哪玩了 去那么久 棉花都湿透了吧 来来来 我给你换上 换鸡毛换 我决定暂时先不让你碰 你的决定不管用 我坚定要碰你 你又没别的雄性 不让我碰让谁碰啊 就是不让你碰 你要是敢用强 事后我就甩了你 解除和你的伴侣关系 你敢 我说解除就解除 我是一个认认真真的人 你你你 我怎么喜欢上你这个狠心的磁性 你也不要难过嘛 其实你给我点时间就可以了 我真的什么时候都可以怀孕的 我可是一年来十二次敏感期的 只要我同意了 咱们随时都可以生小豹子 不行 我就要现在 我不信你那么狠心 我就要你 随你信不信 接下来的几天 小白每天都会出去溜达 可突然有一天 小白带回来了一块骨 花豹看到后瞬间就炸了毛 这东西你从哪里得来的 胡编 怎么了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步路来了流浪兽 你不是说流浪兽 不会出现在这里吗 这个不和流浪兽 有什么关系吗 这是蛇兽成年的蛇退 他们会用这个讨好自己的伴侣 所以会尽量退得完整 看来这条蛇兽退皮的技术不错吗 可惜了 可惜什么 可惜落到了我手里 我要烧了他 谁叫他勾引我的瓷兽 这样不好吧 你还是把他还回去吧 入侵者兽兽得而住之 我不但要烧了他的蛇退 还要召集足数缴杀他 这笨蛋瓷兽 不是告诉他流浪兽很坏了吗 白青青刚跑出部落没多远 就停下了脚步 在他不远处正站着一个蛇兽人 此时 正一眨不眨地盯着白青青 白青青被看得不自在 眼神下意识地向下看去 下一刻瞬间瞪大了眼睛 两个 居然有两个 青青快过来 白青青这才回过神来 转身刚要跑 就被一双冰凉的大手抱了起来 太快了吧 刚才明明还离我很远 转瞬间就将我抱了起来 这是何等速度啊 看到自己的小瓷兽被别的兽抱在怀里 帕克瞬间红了眼 嘶吼一声 化作兽形 不顾对方的四文实力 向着蛇兽扑了过去 可当看到对方是四文兽后 瞬间就全尾了 刚回到洞穴 白青青就躲到了角落 那两倍鱼长兽的保温杯 着实惊到了他 他不会现在就要跟我生仔仔吧 我可不想生一堆蛇蛋啊 还有为什么他有两个保温杯 是畸形吗 也不知道这个世界的雌性 能不能承受 反正我不行 麻蛋 真想撞死啊 蛇兽看着白青青青色的表现 显然没怎么接触过雌性 想到这个雌性独属于自己 柯蒂斯心头涌出一股喜悦 龟属感也突然涌了出来 我叫柯蒂斯 你叫什么 白青青一声不吭 柯蒂斯继续说道 那我向你小白吧 你们雌性是要每天进食的吧 我不要你管 柯蒂斯一个眼神瞪过去 白青青瞬间秒锁 我去补猎了 好机会 此时不逃更待何时 可他还没跑出去多远 蛇兽就追了身来 他逃 他追 他插翅难追 你逃不掉的 白青青被吓得脸色苍白 就在小白眼神绝望 以为要死掉的时候 蛇兽却突然将他抱了起来 你受伤了 竟然伤得这么重 对不起 我应该带着你一起捕猎的 这样你就不会因为逃走受伤了 搞毛啊大哥 刚才不还一副腰抱走的样子吗 你这样我很不适应的 看来雄性对雌性的呵护 还真是无处不在 连流浪兽都不例外 就在这时蛇兽 他就点试小白脚上的去 别这样脚脏 扑子 小白 你真好看 这下糟糕了 这个世界凤姐都能混个春花当 克蒂斯这下一定更喜欢我了吧 回家吧 那不是我的家 这可就由不得你了 吃吧 我不吃生的 你等一下 没多久山洞那边升起了篝火 肯定难吃死了 那你喜欢吃什么 我要吃米饭 好 这下轮到小白傻眼了 不是说种地很容易死人吗 帕克唯一一次对我动怒 就是因为米饭 怎么一个冷血的流浪兽 会这么好心 我记得帕克说过 雄性都是为了讨好雌性 才去种地 难道它是为了讨好我吗 只是这种情感出现在一条流浪的大蟒蛇身上 实在有些违和 肉香渐渐飘了出来 蛇兽小心翼翼伸手想弄下一片肉 却被火焰烫得眼泪哗花花 蛇类天生冷血 最是惧怕火焰 它应该会放弃吧 可没想到蛇兽却再次把手伸进了火 忍痛撕下来了一块兔肉 吃吧 小达也不矫情 抱着肉大口地吃了起来 可没一会就不吃了 你就吃这么点吗 我吃饱了 看来 得快点去找米了 小白吃的已经够少了 可不能再让它在味道上受委屈 吃饱了 我们该睡了 完蛋 来了来了 它肯定跟花豹一样 缠着要跟我生仔仔吧 不 我要看夜景 好 这个世界竟有三轮月亮 还真是神奇啊 在蛇兽的陪伴下 白青青无聊地数着天上的星星 没一会便睡了过去 蛇 蛇蛇蛇 大蛇 小慈星 你是在害怕我吗 哎 我们今天去找米 另一边 被抢走慈星的帕克找到了自己的母亲 哎呦 我的乖仔仔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被打得连你妈都差点没扔出来 妈 你儿子的磁性被抢啊 告诉妈妈是谁打了你 妈妈叫你爸爸们给你出气 我那些爸爸们不行 必须我父亲出马 抢我磁性的流浪兽是斯文蛇兽 斯文流浪兽 斯文兽也不行啊 我的仔仔好不容易有磁性了 我还没看过呢 必须抢回来 还是妈妈好 可是你父亲不再万寿城 我先安排人先去搜寻你的磁性的消息 仔仔别急 谢谢妈妈 你 你要换什么吗 米全部拿出来 我们家三个雄性一个磁性 全靠这些米生活了 给我们留点吧 我要你们部落全部的米 能量结晶了 这一颗就过我们全部落实一年的盐了 您等一下 我这就去让大家凑 小白 他怎么样了 你是怎么照顾磁性的 再不送来他就要病死了 身体都病成这样 你都没发现吗 果然流浪兽就是粗鲁的 他迟早要被你养死 我不就是着凉外加血糖太低吗 怎么说的我好像要跟屁似的 还有这老山羊也是猛 敢跟科蒂斯这么说话 我还好 小磁性别怕 我替你教训他 叫他以后不敢遭见你 小白没事了吧 就说你们流浪兽养不好磁性 它是冻坏了 体温快比你这个冷血动物都低了 能不晕倒吗 我说你这个磁性也是的 不舒服怎么不说呢 他们蛇兽可不会心疼磁性 你不说只能闷吃苦 我就是穿了一夜湿衣服凉的 可我没有别的衣服 你们有没有不要的衣服啊 你竟然让磁性穿湿衣服睡觉 是嫌他死得不够快吗 原来不能给磁性穿湿衣服睡觉啊 下次我一定要注意啊 小磁性还有什么警官说 能帮的我尽量帮你 没有了 谢谢您 他们走了吗 走了 生黑烟 那磁性一看就是大种族的磁性 一定有很多人正在找他 不到洞穴小白就又对蛇兽戒备了起来 毕竟他可不想生蛇丹 那个场景想想他就感觉刺激 过来 干嘛 小白怎么突然又防备起我了 传承记忆果然没错 磁性先还抵真啊 柯蒂斯也不废话 一把将小白抱起 你干嘛呀 给你做新衣服 新衣服哪有兽皮啊 柯蒂斯说的不会是自己那张蛇腿吧 那可是蛇兽要送给伴侣的东西啊 我不要我穿这个就行 这可就由不得你了 说着柯蒂斯用指甲划开了小白的兽皮衣 流氓蛇明明说只做衣服的 为什么要弄掉我的兽皮衣啊 他现在不会就要强迫我复旦吧 柯蒂斯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这么美妙的风景 传承记忆居然完全没有 太可恶了 看得柯蒂斯忍不住戳戳 可玩着玩着小白就哭了起来 柯蒂斯见状顿时就慌了 我弄疼你了吗 我不斗你了 你快起来吧 你把我受皮衣丢了 我怎么起来啊 我给你做新的 我不要 你不要算了 就这么着吧 穿湿衣服我会着凉 不穿应该不会 不会吧 难道以后我都要这样 我不要啊 想到这里小白也豁出去了 看见就看见吧 又不会少块肉 要是柯蒂斯想做什么 光溜溜的才更危险 然而柯蒂斯在看了看小白后 却愧疚了起来 原来我真的把磁性弄疼了 可我只是轻轻戳了几下 怎么红得那么厉害 对不起 我帮你揉揉 流氓兽 流氓是什么 流氓就是你 还做不做衣服了 我这就给你做 没多久柯蒂斯就做好了衣服 穿上看看 还真别说 穿着还真舒服 舌腿有点弹性还不勒人 不仅显身材 透气性还好 就跟没穿一样 美中不足的 就是这大雷太明显了 要是有针线收紧一点就好了 柯蒂斯听后转身便走了出去 再回来手上便多了针线 小白看到后顿时又紧张了起来 你不用过来了 说着便拖到扔了过去 可以穿在身上摆的 不过你脱都脱了 就这样吧 大哥你不早说 柯蒂斯低着头 缝衣服的动作虽然很烂 但却显得很稳重 给人一种很用心很细致的感觉 鲜红的头发自然垂落在他身侧 不时被风吹动 小白渐渐地看得入了神 好了你再试试 柯蒂斯抬头刚好看到小白的眼睛 看吧 这个词性还是喜欢我的吧 只是太害羞了不敢表达而已 这不还偷偷看我呢 竟然看流浪兽看到发呆 还被抓包丢脸死了 穿着是舒服 就是有点容易走光啊 那个我还想要一件 可以 就小小的三脚型的 没一会柯蒂斯就按照小白的要求做了出来 当看到白庆庆将她穿在身上 柯蒂斯身体顿时就绷紧了 就在小白还在为穿着凉凉的衣服感觉难为情史 柯蒂斯突然将她抱了起来 给我生一窝舌弹吧 啊我不 眼看着柯蒂斯就要用墙 小白急忙喊道 别这样 否则结束后我立即解除和你的伴侣关系 柯蒂斯动作员 眼中恢复了些许清明 定定地看着白庆庆 衣服只告诉我可以解除伴侣关系 但没告诉我怎么解除啊 万一柯蒂斯执意做下去就完了 而且我也不知所谓的解除伴侣关系 是不是真有其事 如果就像原来世界的离婚书 那我的威胁对流浪兽有个屁用啊 你忘了我是流浪兽了吗 我有办法强制绑定关系 坏了完蛋了不要啊 小声点 有兽人在向我们靠近 什么 洞里没有兽人 他跑了 这条兽皮群有帕克雌性的味道 敏感期的气味还没散 他肯定刚带着雌性刚离开 咱们快找找 是帕克来救我了吗 还有一只鹰 鹰应该是蛇的天敌吧 也许我有救了 我在这 你早就知道他们来了吧 刚才为什么还啃我 你是我的雌性 谁是你的 你这个流氓兽 我饿了 我要吃饭 你还在山洞 你去山洞给我拿来 好 要是碰上他们怎么办 杀光 花豹们在附近搜寻 肯定都分散了 碰上科蒂斯太危险了 哎算了 我不吃饭了 也许那洞里的食物 都被他们拿走了 你给我抓鱼吃吧 那我更要杀了他们 那是你的食物 还没到洞穴英兽就发现了他们 然而三文术的英兽 根本不是蛇兽的对手 没多久就被蛇兽一口咬中了翅膀 蛇兽也不停留 抱着小白迅速离开 身中蛇毒的英兽头晕目眩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远去 科蒂斯 那头鹰还好吗 他会死 为什么 你认识他 不认识 你告诉我他为什么会死 你不会有毒吧 我的蛇毒 无药可解 他是三文兽 死得没那么快 但最多只能支撑一天 不可能 万物相生相克 有毒必有解药 你一定有解救他的方法的 对不对 有何 你还挺聪明的 解药是什么 能解蛇毒的 只有我尾部的鳞片 也就是我的脚指甲 我拔 嘿嘿 弄疼你了 不好意思哈 没关系的 搞毛啊 做坏蛋就做个彻底的坏蛋啊 突然又变好 让我很难恨下去啊 睡吧 他们迟早会找到这里来 我们明天离开这里 去更远的地方定居好不好 你想去哪 先去海边 如果你喜欢那里 咱们就在那定居 等你到敏感期了 咱们就在一起 每年生一窝蛇蛋 每年生一窝蛇蛋 这里的雌性 每年来一次敏感期 那科蒂斯说的每年一窝 是按照雌性敏感期算 还是按运期算呢 那个 你们蛇兽的怀孕期有多长啊 时间就能分娩 若你的敏感期 再寒静 食物不够 时间可能要加倍了 可怕呀 要是我真和科蒂斯在一起了 一个月生一窝 一年岂不是要生好几十窝 猪都没有这么能生吧 这简直太可怕了 虽然我从没想过 给科蒂斯生蛇蛋 但那画面光是想想就感觉刺激啊 鹰兽为了营救小白身中蛇毒 同伴听到打斗急忙赶过了 老黑 你还好吗 要不我嫌宿你回外宿城 没用 蛇兽的毒素 只有吃掉他们才能解 不用为我白费力气跑回去了 救死性要紧 你这话说的 好像我们能打过他似的 我看你就是让我们去给他送点事 那货可是四文寿 就连最强的你都快跟皮抄浅了 我们去了游个牛用啊 有救了有救了 我在蛇兽齐兮的地方发现了蛇林 被妥善的放在树叶上 肯定能解毒 我不用死了吗 鳞片上有雌性的味道 一定是那的雌性留给我的 好像要下雨了 这可不妙啊 这个时候停下来 科蒂斯精力还旺盛 万一不老实我可就完蛋了 前面有个山洞 我们进去躲雨 怎么到处都是你的巢穴啊 流浪兽就是这样 走吧 别怕 我没事 部落的雌性都被保护得太好了 以后捕猎得避着他点 免得吓到他 你的头发湿了 淋了雨当然会湿啊 老山羊说过 如果着凉 雌性是会生病的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小雌性 我给你剃头吧 不然你会着凉的 不用了蛇蛇 我烤烤火 一会儿就干了 那好吧 那剩下的老虎 你还吃吗 不吃了 你自己吃吧 好吧 那我吃了 小白好奇地跟了上去 虽然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亲眼看到就是另一回事了 第二天早上 大雨依旧下着 小白被冻得从梦中惊醒 喉咙的刺痛告诉他 他好像感冒了 刚想起身去点燃钩 蛇兽却突然从后面抱住了他 小白 这雨看来要下许久 不如我们趁这段时间截旅吧 那些雄性找不到你 你就别想着离开我了 这可怎么办 科蒂斯虽然霸道蛮横 但对我还算体贴 只要我身体不好 他应该就不会乱来 蛇蛇 我不舒服 我知道你了 所以才说 给你节旅的 这样会产生热量 万一没用呢 万一我又冷又累 死掉怎么办 也是哈 雌性很娇弱 要是病情加重 很容易死掉的 我就知道 你只是想要自己的蛇蛋 才不会管我死活 不是的 我只要你好好的 孩子 我不在乎 昨天还说 要我一年给你生一窝呢 我才不信 真的 雌性都喜欢宝宝 我才想让你多生点 这样 你也许就会喜欢我了 呸 我才不会喜欢蛇宝宝 说得好听 你瞧我不就是为了满足自己吗 流氓蛇 那你现在还要节旅吗 不了不了 你没事吧 吃一根黄金发发热 不用特意煮 待会儿我煮饭时 多加一点黄金就是了 雨一连下了两天 第三天才停下 经过雨水的滋润 肥沃的土地上 长满了五颜六色的菌类 这种红色的菌九成九有毒 只要将科蒂斯毒倒 帕克的族人还在附近 肯定能找到我 可是万一把科蒂斯毒死了怎么办 虽说科蒂斯体型大 小分量的剧毒不一定致命 但是菌类大多是神经毒素 这就难说了 吃个有毒物 不能吃 呵呵 是 是吗 既然科蒂斯知道 那就算了吧 还好 我跟着 不然雌性剑蘑菇漂亮 摘了就往嘴里塞就完了 你饿了吗 我去给你生火 我找找别的菌 好不容易看到那么多 不大吃一顿太浪费了 说了有毒 别胡闹 可是有的没毒啊 这个就没毒 我可喜欢吃了 传承记忆里 确实没有吃着黑漆漆东西 中毒的 但是那是因为没有人吃 有没有毒 还不一定 没事的 木耳我从小吃到大 从来没中过毒 那好吧 待会我先试吃 应该熟了 我先吃 你不怕烫就吃吧 我现在可以吃了吧 先别吃 等我一会儿 我消化快 有毒很快能反应 那好吧 不久后科蒂斯痛呼一声 疼得在地上转起了圈圈 看到这一幕 小白顿时就慌了 你怎么了 难道真的有毒 我不是故意的 要逃跑吗 这是绝好的机会 不久后科蒂斯 渐渐平复下来 转头看到白清清还在 才放心了下来 白清清呆呆地看着科蒂斯 眼神里有担心 还有畏惧 可没想到科蒂斯 走过来后 第一句话就是 还好你没事 小白鼻子一酸 眼泪掉了下来 对不起 你没事就好 我把你食物梦坏了 你不生我气 我就很开心了 你怎么那么傻呀 让我看看你的伤 没事的 很快就好了 不是都说流浪兽 很可恶的吗 可是我怎么感觉 科蒂斯这个流浪兽 比大多雄性都要好呢 你先在外面 我把里面收拾一下 你再进来 不用了 我跟你一起收拾 待在这里别动 不然我就亲你了 好 我不动 小白就这么不喜欢 我亲他吗 流氓兽 怎么样 找到我的雌性了吗 这是我们在一个 山洞里找到的 我们达不过纳丘蛇兽 也找不到他的中间 还是等豹王回来 再去救你的雌性嘛 不能等了 再等就洗张舌罢了 告诉我妈妈 我去找静静了 算算日子 生理期快要来了 生理期一来 科蒂斯妥妥的 要跟我结旅啊 这可怎么办啊 再有十几天 就到海边了 那里有望不到边的水 非常漂亮 你一定会喜欢的 科蒂斯 最近树林很是热闹 经常能看到 成群的动物往前狂奔 他们是在迁徙吗 不是 我感受到土地在振动 威力很大 应该有兽巢 在向我们靠近 兽巢 兽巢是什么 兽巢是巨兽聚集 在一起形成的 巨兽体型庞大 力量雄厚 我付给羊族兽的 能量结晶 就是从一头巨兽体中得到的 这么说你打得过他们了 那就不用怕了 以前我是不怕 可现在我还要保护你 必须要谨慎 兽巢出现在 任何一个地方 都是毁灭性的灾难 他们会吃掉 任何能吃的动物 常常有整个兽人部落 在一次兽巢后 就不复存在 我们这几天先不赶路了 等兽巢过去再走 米不多了 海边应该还有石草兽人 我再找他们换 只是你可能会有几天 吃不到米饭了 好 我吃什么都行的 真乖 怎么了 没事 可能看错了 竟然这么快就发现了兽巢 斯文兽果然厉害 我去试一些木柴 好机会 把他交给我 否则我会杀了他 你敢 什么 英男要杀我 为什么 为了威胁科蒂斯吗 那也太假了吧 英族的荣誉不容侵犯 我木尔的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只要慈性死了 大家只会认为是你弄死了他 与我无关 有本事你上来 你下来 你上来 我劝你最好早点把他交出来 我救他是很难 但要杀他 很容易 英族特别注重名誉 认为这是吸引慈性的重要标准 说不定真会杀掉小白 就你一个人 你父亲没来吗 终于找到你了 我父亲还没回程 你找到兴兴的下落了吗 找到了 他们刚刚在河边停歇过 你沿着河流就能找到他们的气味 不过我劝你别去 去了也只是送死 我有办法救你的雌星回来 什么办法 我和你一起去 不用了 孤僻的英族 我该你打一辈子光棍 静安委屈你了 有这些巨石保护 巨兽冲不进来 这么耳的叫声 好熟悉啊 庆庆 是我啊 我当初就应该杀了你 我当初就应该杀了你 哈克那么冲动 可千万别不要命地冲上来 和科蒂斯干架呀 兽朝正在朝这边来 我是来保护庆庆的 那你就在外面守着吧 原来你叫庆庆 我叫白庆庆 你叫我小白也可以啊 他们都是叫你庆庆的 那以后我还是叫你小白 这个称呼只准我叫 随你吧 帕克 你别再靠近了 再进科蒂斯又要揍你了 到我这边睡觉 没想到科蒂斯还是条心鸡蛇呀 这么赤裸裸的秀恩爱 是想要杀爆朱星啊 外面的舔报听到这话 紧紧攥着拳头 眼里擒着泪水 庆庆是我的 我的 妈妈我想你了 不知不觉 我们在一起刚好一个月了 你也记了天数 你到我身边的那天 金月是满园 今天又到了满园 似乎真是这样啊 原来金月也是一个月一圆满 不过银月和成月 为什么一直都是弯的呢 那另外两轮月亮呢 成月一记月圆一次 也就是三个月 银月一年月圆一次 十二个月 这也太神奇了吧 这计算方式虽然粗暴 但应该很准确吧 发生了什么 地震了吗 天啊 我看到了什么 那是恐龙吗 可蒂斯 这就是你说的巨兽吗 对 静静别怕 我保护你 那群巨兽走了 就不会回来了吧 一般来说是这样 但是这一次很异常 不知道会不会发生变故 哎呀 好大一颗蛋啊 木儿 这家伙难道想用蛋砸死我吗 小白 不想他死 就别捣乱 好浓烈一场的蛋腥味 是从庆庆身上传来的 难道这个是巨兽蛋 而且很有可能是巨兽王的蛋 坏啊 他们过来了 回石凤可以吗 不行 巨兽太多了 石头挡不住他们 我们只有逃 科蒂斯速度气快 狄弦之剑般的穿梭在丛林里 帕克拼了命的倒进着自己的四条小子 但还是慢慢被拉开了 这巨兽真能跑啊 我都快累成狗了 还是追不上 不好 巨兽追上来了 别怕 我不会让你死 你要不要紧啊 跑了这么久了 要不要休息一下啊 我没事 巨兽的耐力非常好 我一停下 他们很快就会追上来 被一笔的英兽 就这样科蒂斯抱着小白 向着海的方向跑了三天三夜 只要到了海边 我就可以带小白去海里躲起来 或者干脆定居在海中的岛屿上 小白 你饿了没 饿了 我还想喝水 张开嘴 你干嘛给我喝这个呀 不准挑食 挑食 蛇兄 这个根本不在人类食谱上好吗 我要漱口 我要洗脸 我身上都是血 受不了了 好吗 来到小河边清理掉身上的污渍 巨兽蛋的味道再次钻进了小白的鼻子里 巨兽蛋的味道去不掉 但也许可以用其他东西掩盖住 比如说淤泥 好了吗 好了 我们就上路吧 要说出来吗 这是我离开科蒂斯最好的机会 错过这一次 也许以后我再也不能回归正常生活了 但科蒂斯为了我这样 我实在很不下心来啊 此来想去 小白最后一咬牙下定了决心 科蒂斯 你把我交给英兽吧 楚慕 咱们一天两天也到不了海边 你一直这样不休息会累垮的 就算你不在乎自己的身体 我也撑不住 比如 方便什么的事 兽潮也会休息 我等他们停下来时就休息 你这几天就喝动物血 分辨会很少 你这又是何苦呢 你要是喜欢我 可以光明正大的追求我啊 你把我放回部落好不好 我再部落也能跟你见面的 你是我一个人的 我不允许你还有别的雄性 别再想回兽人部落了 不不不 我也不想找一个以上雄性 伴侣一个就足够了 如果我选你 我就不会要其他雄性了 我不信 你那么美 一定有许多雄性追求 心还软 连我一个冷血的流浪兽都能打动你 更何况那些热情的雄性 我 别再说了 我绝不会放你回去的 你会害死他的 害死他的是你 你跑不掉了 兽潮在山林分散成了三批 已经从三面包围过来 除非你能一口气不停歇地跑出去 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把他交给我 哼 你想带着他一起死吗 就这样科蒂斯带着白庆庆又跑了一天一夜 听着后方越来越近的火上 科蒂斯静静地看着白庆庆 马上就要被巨兽追上了 哎 细长的脖子是如此脆弱 心情一捏 生命就会结束 可我如何能下得了手 但小白 你只能是我的 科蒂斯 我会送你去英兽呢 真的吗 我离开了巨兽群就会走了 咱们都能活着 你以后可以来部落找我 你要做什么 难道科蒂斯要在最后的时间 强行跟我结旅吗 这果然很符合流浪兽的设定呢 你松开我 不要这样 呀 他怎么了 你把他带走吧 嗯 听到这话 穆尔静一不定地看了看科蒂斯 但还是第一时间接过了小白 飞向了天空 小白等我 我会去找你的 来到一处陡峭的悬崖上 穆尔将小白放下 军兽群在山崖下撕满头笑 哎呀 卧槽 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美丽的雌性 让人恨不得将世上一切最好的东西 送到他面前 可如此完美的雌性 却有一道令人心碎的去汗 脚腕上的蛇纹 说明着他已经是流浪蛇兽的雌性 没事了 流浪蛇不在这里 这就是那个一直在尝试解救我的英兽嘛 谢谢你 你不怪我 怪你什么 是我让你受了那么多苦 还差点让你因为经兽不住奔波跟屁 你这不是为了救我吗 我怪你干嘛 你好聪明呀 居然能想出这样的办法 白庆庆刚说完 就发现英兽的眼神变得很奇怪 目光灼热的几乎要看穿他的身体 雌性都是被捧在手心里长大的 用弹砸雌性 我已经做好了被这个雌性一辈子埋怨的准备 没想到他竟然一点也不怪我 还夸我聪明 他该不会喜欢生吻了吧 被科蒂斯那么长的牙齿咬穿 我竟然没死 真应该感谢我这厚实的脂肪啊 穆尔 你有帕克的消息吗 他是一只豹子 亲亲我好想你啊 好了别闹了 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我跟着巨兽群脉的啊 巨兽就在悬崖下 我就猜你在上面 对了 那条臭蛇有没有欺负你 快让我看看 说着帕克的目光在白庆庆身体上紧张地游走着 当他看到小白脚上的石纹后 笑容瞬间僵在了脸上 亲亲我也要做你的雄性 啊 什么呀 什么教义 谈恋爱什么的 咱们回不落再说好吗 你身上有他的兽纹 我也要在你身上留下兽纹 嗯 我什么时候有兽纹了 而且 这蛇纹怎么跟科蒂斯那么像 这难道就是伴侣兽纹吗 呃 亲亲 等你身体好些 我们就结旅好不好 我想成为你的雄性 这么说 我和科蒂斯已经成为伴侣了 我已经是嫁了人的人了 天啊 这要是被爸妈知道不得打死我呀 好不好嘛 好好好 好你奶奶个腿 我不要 为什么呀 疼 我谁也不要 原来所谓的结旅就是被咬啊 真佩服这个世界的雌性 个个都被咬那么多口 真是太勇猛了 听到白清清的话 帕克神色一怂 原来是这样 我还以为你不喜欢我呢 我听说第一回才疼 以后就没事了 哪里 被咬能不疼 你骗鬼呢 我不信 我不要 我暂时不想结旅了 谁也不要 静静 你有些过分了 我们还是先想办法摆脱那群巨兽吧 这味道怎么样才能驱除 兽王蛋的气息一个月后就能自然消散 哼 我就说这个季节怎么会有兽炒 原来是你偷了兽王蛋 还砸到静静头上 你差点害死他知不知道 我这不是没事吗 要不是木耳 我还在科蒂斯那儿呢 如果你可能会死 我宁愿你就在那条蛇树那儿 只要好好活着就行 好了好了 我现在好好的就行了 我几天没吃东西了 好饿呀 你给我找点吃的来好不好 好 我这就去 我去吧 我比较快 呸 用不着 我的雌星我自己养 就你 等你爬下悬崖 我已经带着食物回来了 你在这里保护雌星 我去捕猎 又要麻烦你了 没事 真是一只大猫 还节旅呢 我看这货也就是一个大男孩 根本没到成婚的心理年纪 帕克 要不你做我哥哥吧 不然我会感觉像占你便宜似的 吃你的住你的 还不跟你节旅 我不要 好好好 先不说这个 你一定很累 睡一会儿吧